你喜歡的工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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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本身也是小學科醫師 從事鄰床工作幾年 之後我就附美國的 冤枉霍普京大学学习医院管理以及公共卫生 反正我知道整个安宁照护在我们整个健康照护里面 三级照护里面是算最后一段 也是最困难的一段 最不容易做的一段 我有考虑到安宁病房的开展 很多可能对于呼吸器还会一部分的依赖 不管是全天的依赖或者是说晚上的依赖 想说尽一点绵薄之力 能够为我们郑德这个大家庭 贡献一点自己个人的一个小小的行李 我个人也特别敬佩郑德医院 特别从长律法师到我们院长 带领我们整个医院的一个团队 在医疗这个区块里面 挑选的一个最困难最不好做的一个领域做 很多人都是走一条辩解的道路 但是郑德医院不一样 郑德医院从这个最困难最不好做的这个安宁照护来做 而且特别我刚刚蛮惊讶是一个健保给互的病房 这个大概是我看过所有健保健保房里面应该是算最最优等的的病房了 我刚刚也看了医院这边的刚方式治疗的部门 这些设备从MRI到CT都是下比较重的重本 我刚刚还特别问了我们方式科的组长 我看看说这个推进去这个枪的孔镜 他跟我讲说是70的一个孔镜 我听了也蛮惊讶 我原来想说应该大概买个60的就差不多了 没想到医院这边买到70孔镜的 这个表示说医院在设备方面也是相当的用心 所以从硬体的结构上 我相信很不容易在台中这样一个黄金地带 能够吸收这么多的空间 我想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加汇我们这个病患 未来我是认为说有机会医院从这个癌症的 现在目前是诊断 然后逐步可以再推向这个癌症的治疗 那癌症的治疗就是在博外物放疗化疗开刀 虽然目前医院里面还没有开刀房的设备 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不需要开刀房设备的一些 高阶的放疗这个区块 像比如说开展一些现在认为比较好的一些脂脂的治疗 这块我们公司也能够尽一些绵薄之力 未来都很乐意 能够在这方面有机会可以对医院有一些贡献 是我想这个社会是一个大家庭 像我们台湾就是一个大的家庭 我们作为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 里面有强有弱 取强来扶弱 让更多的弱势的团体 能够得到社会的温暖 社会的关怀跟照顾 这是我们公司跟我个人的理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